标普指数5%回调 Don't even think about it 想都别想 联邦快递 盘后公布业绩 股价大跌4.85% 意味着什么 一个啤酒饮料股 具有巨大的上涨潜力 新老观众欢迎订阅 全从哪里来 节目马上开始 今天 美股震荡强烈 标普指数从开盘上涨1% 到收盘微幅下跌0.08% 市场在昨天大幅下跌 今天几度试图反弹 最终收在平盘附近 多空双方均是力敌 标普指数在今年9月2号 创下历史新高4545点后 到今天收盘收在4354点 已经有225天 没有经历过5%以内的回调 标普的5%的回调点位 在4317点 虽然昨天 盘中一度大跌到4305点 跌破5%的回调点位 但最终收盘顽强地 收在4357点 依然延续着市场没有5% 回调的记录 所以我认为4317点 是短期市场的多空临界点 对市场多空双方和交易者的心理 都有巨大的指标意义 如果市场跌破4317点 并且收盘低于 昨天的最低点位4305点 则市场将迎来一波10%的回调 甚至20%的熊市也不是没有可能 但昨天市场的恒大财务风暴 和美国的债务上限 双重利空 都没能把股指打到5%的回撤点 4317点之下 可见市场还是很顽强地不肯下跌 之中的原因 我认为是市场有太多的流动性 高达3兆美金的海量的资金 在场外随时准备逢低进场 在国际上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 近期的政策极度的不稳定 现在是打土豪分田地 将上市的滴滴出行要收归国有 并且对国外的公司越来越不友善 所以体量最大 能容纳高达三兆的流动资本 并且最规范 最能给投资者带来回报的还是美国的股市 所以投资者还是喜欢美股的市场 只要有一点下跌 就有海量的资金进场抄底 这也很好地解释了 为什么近期再多的利空 也不能让美股有一个5%的回调的道理 不过随着美联储缩减购债的临近 以后的美股市场 就要靠公司自身的实力了 所以公司的业绩 对后续的美股的走势 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那些业绩持续向好的公司 将强者横强 而业绩差 只靠炒作概念题材的公司将一蹶不起 今天FedEx联邦快递 盘后公布业绩 不及市场预期 盘后大跌12元 我们来看一下FedEx 跌幅高达4.85% 公司声明由于劳工的短缺和运输成本的上升 所导致公司无法给出下季度的业绩指引 并且公司将于明年的1月3日 开始调涨5.9%的运费 昨天我在视频里分析了 用AGUW指标分析美股的后市 并且强调运输股是美股的先行指标 具有领先美股三个月的走势 今天盘后UPS联合包裹的股价 我们来看一下UPS UPS联合包裹的股价 也随联邦快递下跌2.29% 资本是最聪明的 从两大龙头运输股盘后的走势 可以看出 美国的经济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劳工短缺 美国政府的债务上限的不确定性 新冠疫情还在蔓延 都是影响美国经济发展的障碍 但我们依然相信 美国的经济有其自身的强大韧性 市场海量的高达3万亿的资金 流动性也是美股的上涨动力 短期大幅暴跌的可能性不大 最后我来介绍一只小盘啤酒饮料股 它的代号是SBEV 在这里 这是一家总部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啤酒饮料生产商 公司上级的营收按年增长700% 公司近期开发了几个大的代理商 来销售其品牌的产品 使得其分销渠道 大幅扩展到4500个代理点 并且公司的产品 也在佛罗里达州的SAMS Club 开始销售 公司自己开发的e-commerce 电子商务平台运行良好 B2B B2C 也大幅增加了公司的销售业绩 最为我乐见的是 公司请来了怪物饮料 Monster Energy Drink的管理团队 新手的炒股朋友可能不知道 美股史上涨幅最大的公司 不是苹果 也不是亚马逊 而是饮料公司Monster Energy Drink 该股涨幅高达600倍 所以 由该团队来掌管SB1V饮料公司 让我极度看好该公司走势 公司今年6月10号 IPO筹值1500万美金 并且从OTC市场 转版到纽约证券交易所 公司今年6月7号宣布 和ASC公司签订协议 开始进军中国市场 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 酒精饮料市场 公司也在今年的6月10号 进行了1比3的反向核股 其后股价经历一波 高达65%的下跌 阻力机构操盘明显 一直在吸取低价的筹码 但我个人坚定地看好 该股的后市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 希望朋友们交易顺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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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